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款老式香酥小糖饼的做法 不用烤箱也能做 层层酥脆还掉渣 大盆中放入普通面粉300克 加3克酵母,8克白糖 促进酵母的发酵 用温水200毫升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等软硬的光滑面团 盖上保鲜膜,发酵至两倍大 再来调制一个油酥面 大碗中放入普通面粉300克 加入150毫升的食用油 搅拌均匀 揉成一个团备用 再来准备糖馅 碗中放入两小勺白糖 加一勺面粉,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油酥面再次揉均匀 搓成长条状 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把所有的面剂揉成一个圆形 这时候面也醒发的差不多了 取出排干净里面的空气 搓成长条状 下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把面剂子由外向里搓揉均匀 整理成圆形 擀成一个边缘薄中间厚的面皮 包上我们整理好的油酥面 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起口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再把面团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条状 上下片往中间对折 排出里面的气体 再次擀长 擀得薄一些 然后从一边往另一边卷起来 卷成一个桶状 再从中间对半切开 形成两个面剂 层次丰富的一边放在下面 上面用手摁出一个窝窝 放上我们调好的糖像 封好口 按压紧实 防止漏糖 直接整理一下 按压扁 按到稍微厚一点的圆形饼皮状 饼皮就全部做好了 不用二次醒发 电饼称预热刷油 油热后放入饼皮 饼皮的表面也刷一层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烙至底边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烙至另一边也变色 再次翻面 全程要不断的翻面 烙至两面都变成金黄色 看一下 边缘能看到这种酥酥脆脆的小渣的状态 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您喜欢吃糖酥饼 可以按照海娟的方法试试哟 保证零食败 酥脆又掉渣 掰开一个看看里面 里面香甜柔软 特别的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